高雄市長陳其邁在23日一早前往南子區 參加廣昌排水制洪池治理工程動土典禮 陳其邁接受媒體聯訪時提到 近年來市府為了改善南子優昌地區的激淹水狀況 投入了2.13億元 因應未來南子區的產業發展及人口成長 制水工程是迫在眉睫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廣昌制洪池 正式啟用正式動工 這個對於解決我們優昌地區的淹水 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要特別感謝 包括我們劉四方委員的預算的爭取 還有我們海軍能夠提供這個土地 那這個在優昌地區的淹水 也因為這個志洪池的興建 能夠有效解決附近周遭 包括這些地外地區 因應極端氣候所帶來的 在雨量超過原來防洪設計標準之下的淹水問題 在水利局長蔡參長的簡報後 陳其邁隨後致辭時 感謝立法委員劉四方光束般的經費爭取 並感謝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無償提供用地 讓工程可以即刻進行 好及早解決地方民眾 長年擔心的排水問題 那5.5公頃是多大的一個土地面積 它幾乎是等於一個國中 或者是高中的一個整個校區的面積那麼大 在這個過程裡面海軍 那真的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給予我們高雄市政府最大的協助 這個是非常非常 我們都放在心裡非常感激的地方 特別感謝我們在地的 我們劉四方委員 那因為這個預算九千萬 這一下子這個就到位 那我們就馬上動工 這個速度其實是非常的快 你家過去就 我們由從地区本來就地勢比較低 現在樓下 秤差熱了一百塊兩百塊 兩千公里也很正常的事情 這個好 這個下了那麼大的一個雨量 瞬間的這種極端氣候的雨量 其實非常的驚人 所以我們這個制宏池興建完成之後 那大概就可以很快的來疏解 包括我們後進溪 以及我們右昌 地外地區還有廣昌排水等等 這些相關的區域沿水的問題 也能夠一併的解決 第一場主開工順利 廣昌排水制宏池面積達5.5公頃 最大制宏量達9.7萬立方公尺 由於腹地寬廣 未來也將在排水溪側 都市計畫用地中設置景觀公園 預計112年12月完工 記者李佳龍 高雄採訪報導